嗨大家!這是我! 又是我,羅文煌 又是我 這禮拜話題好像有點稍微嚴肅一點 不過基本上會這麼嚴肅呢 其實是因為身旁真的是還發生蠻多事情 然後可能客戶的關係,然後家人的關係 所以版主就覺得說 這禮拜雖然只有兩集 不過他們在討論一下一些比較嚴肅的話題一點 在我開始之前先讓我介紹一下 啊!自我介紹一下,我名叫羅文煌 我是一個作者、靈性教練跟靈媒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下 是停止走在蛋殼上的戰爭競爭 我不知道亞洲是用什麼話來形容 在英文裡面叫做Stop Working on the Axial Stop Working on the Axial 基本上就是指說 當我們在面對有一些人事物的時候 我們就好像在踩蛋殼一樣,很怕把它踩破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種膽戰、驚心 是通常會用來形容我們 我們在面對某一些人事物的時候那種心態 對不對 不過這種這個句子大多數是用來 呃... 形容當你在面對一些 像是可能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或者是一些比較容易情緒化的家人這樣子 那今天我要特別針對的其實是屬於 嗯... 高功能的精神患者 什麼叫做高功能的精神患者 就是嗯... 基本上他百分之八十的時間 感覺都好像一個正常的一樣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他可以做... 他可以做事 他可以工作 他可以甚至日常生活照顧好自己 然後就是唯有百分之二十的時間 他可能嗯... 會有不一樣的情緒化 或者是會有幻聽幻覺或者是什麼 然後這些百分之二十的功能 會影響到他其他百分之八十的日常生活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我所謂的高功能精神患者 那當然我相信還有很多像是什麼精神疾病 那版主我其實也很想講 可是這個我們想要等到以後 就是可能在晚一點有時間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 就深入的討論精神疾病 然後各項的精神疾病 以及... 以及... 啊... 就這些能來我的研究嘛 是這樣子嗎 呵呵 不過今天... 今天其實是針對高功能的精神患者 就是所謂的百分之八十跟正常一樣 百分之二十是有點dysfunctional的 好 那今天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呢 因為其實版主我在諮詢這麼多年 其實接觸了很多類似這樣子的客戶 或者是他們的朋友、家人或者是... 不要說他們啦 其實版主我身旁就有蠻多這樣子的人 那通常我有發現到 當人們在面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時候 常常會在那個腦後有一句話叫做 我不知道該拿他們怎麼辦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該拿他們怎麼辦 那如果你有跟著我直播這麼久的話 你應該有聽到我 不斷的跟你們重複說 只要你的腦子一開始有這樣子的設定 我不知道該拿你怎麼辦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你就真的不知道該拿他們怎麼辦 你知道嗎 你其實... 因為你創造你的實相啊 對不對 你創造你的實相下 我不知道該拿你怎麼辦的時候 那我基本上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又發現到 一般人在面對精神患者的時候 其實常常就第一是一種放下的... 就是已經放棄的心態了 他們潛意之下其實我已經放棄了 因為我不知道該哪裡怎麼辦 再來比較常見的就是 他們因為對方可能有精神疾病 或者是情緒的疾病上面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不會讓他對他們... 他們的所... 所作所為負責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 晚安 我這邊是早安不過晚安 啊... 不過anyway 就是他們不會要求他們負責 或者是他們不會讓他們知道 你做的這樣事其實是有後果的 就是有consequence 你知道嗎 因為可能我潛意之已經放棄你 所以我不認為你會了解所謂的後果是什麼 我也不認為你會了解 所以我也就不bother... 不bother去介紹給你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可是因為這樣子的惡性循環下來 因為我們社會這樣教我們說 啊 我不知道該哪裡怎麼辦 我也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該哪裡怎麼辦 導致於精神... 精神疾病患者 他們從一開始就認為說 我不需要對我的所作所為負責 你知道嗎 所以很常從精神疾病患者 他們會肆無忌憚的爛罵別人 或者肆無忌憚的毀謗他人 或者是情緒化 把情緒丟在天空那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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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習慣人家來收拾 因為我不需要為我的情緒負責啊 因為我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的後果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因為這樣子惡性循環下去 我們今天說的是 他還不是你知道嗎 現在才開始 他其實是從小 從小就有這樣的習慣 我們從小就算我還很正常 我也會去注意到說 欸怎麼好像那些神經病都不需要負責 你知道嗎 潛意識的他也在我腦子裡 直著這樣子的根 那就更不要講如果我今天是屬於一個 心情感跟情感稍微有一點點失常的人 那我就會更把這樣子變成我的力氣 你知道嗎 就變成說 啊當我的情緒壓力到了某一個程度 我沒有辦法復合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把它隨便亂丟 因為我只要是個神經病的話 我只要表現出我的行為上面有所異常的話 那我就不需要對我的言行做負責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屬於在我們腦後 我們可能聽到沒有聽到的言語 所以才會隨著 嗯.. 日子增長嘛 他們年紀越大 然後就覺得越來越來越來越難處理 因為其實建立在我們對於 啊你年紀越大我們會期望 我們其實期待你能夠更有更功能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彼此中就是在這種期待啊 這種你知道期待啊跟想要 想要你變得像正常一樣 想要你變得跟怎麼了一樣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或者是我完全就放棄你了 因為這樣子的掙扎壓力下 然後會導致於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在我們面對這樣子的人 特別是親人的時候 我們會好像老是走在蛋殼上面 啊你不要講這樣話 講這樣話它就會情緒大爆發 你知道嗎它就會情緒大爆發 呵呵所以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導致於 它會不斷的惡性循環下去嘛 所以它就感覺好像永遠都沒有終點一樣 那今天為什麼會提到這一點就是 其實在這麼多年來的研究 我真的真的有發現到 因為我們一直認為說 我不知道該哪裡怎麼辦嘛 我不知道該哪裡怎麼辦 那我就隨你去 就隨你去 你知道我意思嗎 因為我們這樣子的思考 所以我們會造就這樣子的成果 你知道我們就會造就一個 不會對自己的情緒負責的人 我們就會造就一個 不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人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因為他們腦子有問題 並不表示他們不能對自己 並不表示他們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啊 就因為他們情緒很容易失控 也並不表示他們不需要為他們情緒負責 你知道我意思嗎 每當如果他情緒失控的時候 我就會認識一個小孩子 他情緒很容易失控啊 他如果失控之後 每次失控完之後 我都還是要硬拉著他去對對不起 因為他很不喜歡說對不起 你知道嗎 然後我常拉他去對不起 他發現說他每次只要大失控 不管怎麼樣 他只要回到他80%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拉他去跟他對不起 我這樣子幾次下來 我可能交正常的小孩子 只要交三次就可以了 交他我要交二十幾次 交二十幾次下他就發現說 我只要大爆發 那個... 我就會拉著他去跟人家道歉 不管他是在怎麼哭、在怎麼鬧 他都還是要被我拉去跟人家道歉 所以久了就變成怎麼樣 他就不敢鬧了嘛 因為他後面的這個後果 會讓他不想要造就這個 因為這個全部的東西建立在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他建立在做肌肉記憶 我很久以前跟你說過肌肉記憶 不管我們有什麼精神狀況 不管我們情緒在怎麼樣 我們都小看了肌肉記憶 對我們人體所造成的影響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 我今天在教小孩子 當媽媽的人應該都知道嘛 教小孩子的時候就是 我可能要教你怎麼喝水 你可能喝了二十次都還是會溢的到處都是 欸這還是正常的小孩子喔 這還是正常的小孩子喔 今天如果你所面對的人 是稍微有點精神疾病的話 那麼你就必須要花更久的時間 你知道嗎 因為你必須排除他們的精神狀況 他們的 呃 mental 狀況 你要做的其實是把一種肌肉記憶 不斷的以重複的方式 讓他們在很多行為還沒上來之前 他們的肌肉就知道要該怎麼做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正常人可以用而且 我之前跟你說正常人二十一天 就大概可以養成一種習慣 稍微不太正常的人 可能需要一百天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常常會說你們在面對這樣的人 像我也這樣 真的 來練習我們的耐性的 你知道楊小燕夠累了 我們還要不斷的 不斷的在重複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 今天你們在面對這樣子的人的時候 面對你們身旁可能有這樣子的人 可能有這樣子的朋友 你就必須第一個要做的是 放下你的腦中那個 我不知道該哪裡怎麼辦 因為你記得 你一旦這麼想的時候 你的言行舉止 都會隱藏著每一句 我不知道該拿你怎麼辦 所以同樣的 他們就像是一個 在吵著藥堂的小朋友 你不知道該拿我怎麼辦 所以我就可以為所欲為的 把我的情緒亂丟 把我的話亂說 因為我不需要負責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可是如果他們知道 每一次他們在做某一種行為的時候 他們就必須面臨某一種後果的時候 我今天不是叫你們說 看到就大罵他或者是不要理他 或者是完全放下他 擺爛 我不是這樣叫你們喔 我今天是來跟你講說 你要如何 introduce 一種行為 一種可以讓他肌肉記憶的行為 今天我拿一個例子來跟你講 如果有一個人他很喜歡去嘉年華 他很想、很喜歡派對 很喜歡去某一個地方 可是他每次一去 就情緒大暴走 你知道嗎 他情緒大暴走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你跟他說不要這樣子嗎 不是嘛 因為肌肉要有記憶嘛 每樣東西都有concent捆子嘛 那怎麼樣 我就帶你離開 你如果要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離開 二話不說 我們就離開 你知道嗎 然後可是他離開他會 不要 可是我要然後他就給你 再另外一個大暴走 你知道我意思嗎 可是如果每次他這樣子 你也不管他有沒有在大暴走 你就把他帶開他 每次我去 大暴走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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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 他 下一次 在你試驗五十次之後 他還沒大暴走之前 他就害怕要離開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今天 如果他的肌肉有這個記憶 當然如果他有一點 嗯 內向害羞是 要這樣子要讓他離開的話 你必須要觀察他 你必須要知道 要怎麼 manipulate 操控他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必須要知道 他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講的是 如果 有一個人很喜歡派對 然後他每次大暴走 他就必須離開的話 那麼下次 再 不是下次 一般正常人可能交個五六次 就知道了 如果每次大暴走 我媽就會把我帶走 對不對 不太正常人可能要花個一百次 可是 同樣的肌肉記憶會 會生殖在他們的心裡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 因為他們的肌肉記憶記得 所以下次他們在行為做的時候 在他們的logic 邏輯還沒kick in 情感還沒有kick in 的時候 他其實就已經會記得 我要這樣做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 我要說的是 我覺得這個社會上給予 嗯 這種精神狀況太多的無能為力 所謂的無能為力就是 我們不斷被教育說 啊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除了藥物治療他以外 除了讓他們 你知道緩下來之外 除了讓他們怎麼樣 你知道我意思嗎 讓他們感官動化之外 我們總是認為我是無能為力的 可是我真的真的認為 沒有人是無能為力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因為他們情緒化 就因為他們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時間 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言行 可是那並不表示 他們是沒有辦法被訓話的 訓話這字聽起來蠻好笑 呵呵 蠻好用的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 所以什麼叫做訓話 基本上就是 你把他們當做一個新生的嬰兒 因為姑且不要管他們幾歲 不要管他們五歲 三十幾歲 還是六十七十八十九十歲 你知道嗎 今天你要面帶他 看待他的方法是 我要如何把這樣子的肌肉記憶 呃... 強化在你身上 我要如何可以讓這樣子的肌肉記憶 我現在教你小孩子 我不管你外表看起來幾歲 你的心智我就幫你當小孩子 因為你要這樣子... 你要這樣子 毫不負責任的 你知道嗎 去傷害別人或者是傷害自己 那我現在就要教你什麼叫做負責 負責的第一個要不就是 你所做的每一個舉動都有一種後果 你必須去承擔這樣子的後果 你知道嗎 你可以用很委婉的方式做 你可以用... 反正你們知道什麼方式去做 就像我說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可是他需要你去觀察 那你就去思考 我要如何把這樣子的肌肉記憶 交到你會 如果我交二十次交不會 那我就交個一百次交到你會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 而不是在家裡說 呃... 我不知道該哪裡怎麼辦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記得 你只要這樣子想 你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是有方法的 你知道嗎 如果你還不知道怎麼辦 是因為你還沒找到那個方法而已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anyway 今天只是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讓大家如果你身旁也有像我身旁這樣子的人的話 我希望能夠給你們一個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並不是你不能該拿 你並不是你不能拿他們怎麼辦 你知道嗎 而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放棄了他們 如果我們從現在重新把他們當個新生兒來看 那我知道你是一個需要花比別人更多時間的新生兒 那我要如何可以不斷的重複這一件事情 不要別的事情喔 因為你一次就像我說的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你就專心在一件事情上面 我要如何驯化這一個習慣 我要如何讓你知道這個習慣其實都是有後果的 你必須承擔這樣子的後果 我會不斷的介紹給你、不斷的介紹給你 你懂我意思嗎 我不斷的重複之後 我不期望你的腦子會懂 你知道嗎因為已經告訴我你是有精神問題的嘛 我也不期望你的情緒會懂 因為你可能有情緒話不能寫 可是你的肌肉記憶 我今天就讀你的肌肉記憶 因為不要小看我們的肌肉記憶 這就是為什麼版主我過了三四千年之後 我還可以畫畫你知道嗎 呵呵呵的原因 哪幾畫不就能畫畫 知道嗎 同樣的道理 所以希望今天可以給大家一個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啦 然後我知道在面對這樣子的人的時候真的很沮喪 真的很沮喪 可是今天就像我說的 很多小孩子 今天當媽媽小孩子要煮菜 媽媽因為不想去處理、不想要那麼麻煩 所以就我替你煮飯好了 久了之後遇到了什麼 一個不會煮飯的小孩子 然後他可能三四十歲還不會煮飯 然後我們在那邊很懊惱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對沒有錯一開始是需要花久一點時間 一開始可能需要你說來我教你怎麼煮 我教你怎麼煮 對不對 可是一旦我花了二十天一百天幫你教會之後 我的後半輩子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今天必須告訴你們 它不是一個很好做的功課 不是 真的有點難 呵呵 版主我這樣子活下來真的有點難 可是值不值得?它絕對是值得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尤其是如果他們是你們關心的家人跟朋友的話 你的不斷重複的動作絕對是值得的 你知道嗎 因為你讓他們有機會可以對自己負責 讓他們有機會可以成長到一個更精華的靈魂 Anyway 再繼續講下去真的講不完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今天只是丟個音 然後讓大家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看看 如果你身旁有這樣的心友真的 不要放棄他們 不要放棄他們 你只要退一步思考說 我要如何把一種肌肉記憶 灌到你身上去 這個方法很簡單 只要不斷的重複的做同樣的事情 如果你今天自己做覺得太慢 那你就招攬身旁的親朋好友一起做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招攬身旁的親朋好友做 你把那個 二十四的速度加倍 一百四的速度加倍到五百倍 它一定很有用 因為肌肉千萬不要小看肌肉記憶 好嗎?好 今天再繼續這樣講下去可能就 真的講不完了 呵呵 好,如果你喜歡我的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臉書的行列 還是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是去我的中文網站 ruowen.ca 我們暫時就先這樣子嘍 我們下個禮拜見 掰掰